印尼爪哇岛昨天发生瑞士规模7.4的强烈地震 并且引发山崩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46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 由于还有不少人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之下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继续增加 新流感住院病例今天再新增9位 累计住院病例已经破百 国光升级董事长张启贤建议 疫苗的人体试验可以从两次减少到一次 已提前让疫苗在10月底前开打 但没有被疾管局所接受 疾管局表示全台目前已经有近千家的医疗院所 成立内流感特别门诊 并且备有客流感和快筛试剂 民众如果出现内流感的症状 还是要赶快就医 结束在南部灾区的行程之后 达赖喇嘛昨天来到台北 今天一早就在饭店接见在台藏人和信徒 达赖此行受到的关注和对待 也引起部分本土宗教界人士的不满 国内的道教总会今天就指出 达赖喇嘛来台耗费太多的社会资源 而这次他们深入灾区要协助灾民的时候 却并没有受到同等重视 他们希望未来在救灾重建的时候 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在菲律宾南部又有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是否会成为台风 气象局表示这两天是重要的关键 但之前受到莫拉克重创的灾区都还在心里 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下一个台风 单纯倚靠气象预报发布土石流警戒 就能预防灾难 避免危机再次上演吗 而除了偏远地区 住在都市的居民 又该如何进行防灾的准备 防灾政策环环相扣 任何一项都不能马虎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有个好话说 我是朱祁琳丹信聪 现在在飞在东方的海面上 又有一个低气压 大家非常非常担心 到底也形成这样子一个台风 会不会 然后如果真的形成台风 会不会威胁到台湾 这一次大家真的是怕台风怕得要死了 八八水灾才刚发生不到一个月 会不会马上又有一个新的台风来 我们在担心的是 从见到现在真的都还没有完成 如果风台过来到底要怎么办 现在是要趕快去補花弃起来 还是说这个接下来的 这个所谓的撤离的动作 要做的踏实 还有是不是整个气象预报的工作 土石流警戒的工作 在这短时间内 能不能尽速的建立起来 到底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避免二次的灾难发生 今天有要说好好来谈一下 我们现在还可以亡羊补牢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台湾师范大学 地理系的副教授 同时也是阿里山州族 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 他现在同时也是原住民族 知识与权力委员会的推动委员 我们欢迎汪明辉 汪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弗佩奥 另外我要介绍这一位资深的气象主播 说实在介绍起来就真的很感慨 八月七号的时候 有话好说在谈这个莫拉克风灾 到底会怎么样 在八月七号那一天 任立于任先生 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上 一直呼吁说 拜托中南部要特别特别小心 好雨成灾 他苦口婆心的一直警告 提醒大家说 这一次中南部应该会很惨 不过大概整个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似乎没有把这件事 当成是一个重要警讯 我们欢迎资深的气象主播 任立于任先生 你好大家好 我是任立于 还有再来是屏东科技大学 水保系的主任 他也是整个在八八水灾之后 把整个特别是南部山区的现在 整个水土保持的情形 地理环境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探勘 我们欢迎吴家俊 吴老师 各位观众好 运动科技大学吴家俊 我们先赶快来看一看 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地域 究竟会不会形成台风 形成台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影响到台湾 会不会再度造成台湾的二次灾难 我们先来看看菲律宾的这个地域 金本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但不久后阳光又露脸 星一阵 雨一阵 因为菲律宾海面上这个热带低气压 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台湾 气象局预测 这个热带低气压在深夜以后 有机会发展成台风 以目前明后两天来看的话 太平洋高压逐渐减弱 那这个台风来讲 也会逐渐慢慢的 比较偏北的方向移动 假如说在未来两三天 这个太平洋高压减弱的速度 比较慢一点 当然它还是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 是否青台还要再观察 气象局指出 这个热带低压 虽然中心强度并不强 但是云气范围非常广 夹带风沛水气 气象局在今天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对于在这个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都有大雨机的机会 那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 那还是比较靠午后的局部的雷震 一直到五号星期六 全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 莫拉克台风过后 南部地区重创 现在又有台风可能清台 中央政府不敢大意 一旦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立即启动中央应变二级开设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 进入一级开设 相关单位的司处长以上首长 就得进驻 这几天天气都不稳定 气象局提醒民众 除了留意天气变化 也要做好防台准备 我们上次到临边加东的时候 那些阿兵哥好不容易 把淤泥清得稍微干净一点 啪一下 请奔大雨又下来 整个淤泥又淹积的整个非常严重的情形 我们到龙凤寺 也就是小林村灾民的这些地方 其实大家在那边 好不容易可以稍微坐下来喘一口气的时候 啪一下 又请奔大雨下下来 这几天不管是在台北中部或是南部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雨 不过当然它是间歇性的 昨天晚上在台北那路的展望 大家真正走得不敢睡 我请教任先生 现在听到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又有一个地气压 大家会很害怕很害怕 究竟它会怎么样发展 这个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地压它在这个位置 热带性地气压 那么距离我们有1000多公里 这个地气压它跟过去 我们这一段时间经常出现的 也就是说大低压范围里面 所出现的这种地气压 莫拉克也是一样 大大的低压里面出现的这种台风 从这整个云层上来看 它是越来越增强 快的话今天的夜晚 慢的话明天就会变一个台风了 不过目前从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预报 它的说法都说认为是这样去走 会往上走 所以说大家认为它可能是不会来的 往日本那个方向 对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 那么现在影响它的当时北边 这个高气压是非常强的 挡着它 所以说过去它一直在这个地方 走得非常慢 要能够上来就等到这个高气压 它完全退出去了 但是这样要完全退出去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这么大的低压的范围 而且现在目前对像这种状况 也有大低气压范围的预报 各种各样的预报方法 其实它的准确度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醒 虽然是说很多的预报方法 都是认为它会往北 但是绝不排除它还会持续的往偏西方向走 所以说一定要对它未来 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现在感觉上威胁比较大的 是那个在菲律宾东方的这个低气压 那在菲律宾西南方 也就是另外一个那个低气压 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呢到现在时间不必太过担心 现在主要是看这一个 那么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就认为它上去以后呢 会把它拉着它往这边走 当然是要等到它离开以后了 假如说它往这样子靠过来的话 这个呢它也是持续的往西走 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真的是重点 还是要摆在这一个热带地压 所以说快的话 今天晚上就知道它会不会形成台风 那慢的话可能是明天 那它会不会可能朝着台湾这个方向来 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还要看 因为它第一个它走得非常非常慢 所以它也有可能在我们的东边 慢慢在北上 或者是这样过来 都有 因为像这种状况 它未来的变数非常之大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对它只有怎么样了 随时去注意它 随时注意到天气的预报的变动 真的是要小心警戒 可是马总统也有讲说 所谓的不管是国防部 或者是这个气象局给它资料 在今年还会有更多的台风来 然后因为莫拉克只是第一个台风袭击台湾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说实在 连马总统对气象局的预报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 下一次台风来的时候 气象局能不能表现的 让更多国民满意 能不能报得更准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次气象预报 到底出了哪一些问题 第一个在8月7号 8月8号的时候 整个气象局都一直跟我们讲说 台风的警戒范围 大概是在彰化以北 也就是中北部 特别是北部的地区 可是后来在8号之后 当然他有说 中南部要严防西南气流 可是每一次台风来 都知道要严防西南气流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反正就是跟一般的台风一样 所以也没有提高警戒 另外呢 大家直言说 这一次真的是水灾 而不是风灾 风力不强 因为这次就只是中度台风 莫拉克而已嘛 没想到这央夭 风流到这么多 可是我们台风分级 就是轻度中度强烈 或是超强台风 都是风看多强 不是风流多大 所以我们是依照风力 来分级台风 而不是依照雨量 来分级台风 另外一个 大家都想说台风一旦撞上 我们的中央山脉 强烈也变中度 中部变轻度 轻度就回到低压 这样子 可是没想到这个台风 撞到台湾的中央山脉 然后走了之后 他的威力才发生 这个表示说 他其实是一个结构 比较松散 有些媒体是用虚胖 这两个字 这实在说 用虚胖真的是很多误导 很多民众 虚胖的意思是说 重看不重用 可是没想到